現場是兒童BNT疫苗的集中施打畫面 許多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 全家總動員 來到了基隆火車站的南站廣場 希望儘早餵小寶貝來打疫苗 減少染疫危機 基隆市長林佑昌特別到現場來慰問 辛苦你的疫苗施打醫護人員以及家長們 由於擔心家長跟小朋友排隊排帶酒會太辛苦 市長府還請規劃單位提早發號碼牌 分半個小時一個時段來施打 讓後面的家長們知道預約時段 就可以先去旁邊休息 不需要一直站著排隊 等到時間到了再來打 那個小朋友的快山有沒有領 可以到區公所去領 謝謝你 不是給小朋友用啦 給我們大人用 因為有很多 因為我們大人在外面跑來跑去 其實很多小朋友感染都是大人感染給小朋友的 所以我們自己把健康監測一下 這次做得很棒耶 沒有沒有沒有 好用心耶 疫情大家都很辛苦 對你好用心 不過我們基隆過了啦 我們基隆那個高峰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今天應該會比昨天人確診數還低 不會 謝謝你們 不會 謝謝你們 大家都辛苦 好 媽媽 謝謝 媽媽 開始了 開始了 就是考慮到有一些家長 其實在明天上班之後 可能沒有時間這個預約 或者帶著小朋友到醫療院所打 所以今天早上我們特別有開放了500劑 我們一起針對我們基隆市涉及的小朋友來進行疫苗的施打 那下午的部分 因為其實基隆是一個生活圈 所以很多生活在基隆 甚至是就學在基隆的小朋友 可是他戶籍不一定在基隆 所以我們下午的話是開放 不限戶籍的小朋友可以來施打 那另外除了在集中施打戰之外呢 其實包括我們所有基隆市的醫療院所 也包括十個特約的一個診所 也可以為小朋友來提供服務 那學齡的小朋友 我們原則上是集中在學校裡面來進行施打 那會已經安排好在六月中之前 每個學校各自跟醫療院所來洽談 施打的一個時間 所以現在也都已經這個規劃好 家長的醫院書也都已經繳回來了 那學校裡面就是照著學校規劃的一個期程 來進行施打的一個工作 剛好這陣子在家 就是都在家 那打完針的話還可以直接在家 對 因為我不知道在學校打完之後 到時候是上課還是怎樣 那剛好趁這段時間可以在家休息 小孩子有什麼狀況我們可以比較注意到 不用擔心說去學校老師沒注意到 還是怎樣 我們自己顧好就好了這樣子 最主要是這樣 不是說不讓孩子在學校打 不是 那猜吧 聽說今天很早就有你們來排隊 對啊 沒有啦 就早上五點多就出來排隊 我們基隆市的這個疫情的高峰 應該是在5月18號這一天 我們最高的一個確診數來到2500多人 那到昨天為止呢 我們基隆市大概從高峰下來 已經差不多10天的一個時間 所以差不多可以確認 這一波疫情是已經往下面走 而基隆也已經越過這個高峰 那基隆算是全國疫情走得比較早的一個城市 那我們包括疫苗的一個施打 還有包括整個確診 佔全市人口的一個比例 都走在比較前面 所以我們現在從高峰下來的話 其實也可以當成是一個指標 記者洪日生 基隆報道